動力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一些性能迷 或者說為了要買這部車的這些車主最關心的一個部分 你大概介紹一下就是這部C32 它大概有動力部分有做了什麼升級跟改裝的東西 它這部車原廠本身它的馬力就已經354P 也算蠻有力的 那因為這車車主對它的要求蠻高的 那它做了一些Poly上面的加大 然後還有就是換一些高流量的濾芯 然後它把它的進氣導管也換成E55的導管 進氣導管? 對 進氣導管換成E55的導管 所以它是怎麼樣 就是管徑比較大嗎? 對對對 讓它的進氣量更薄 更薄 然後讓它流動更快 預估啦 你預估這部車大概馬力有幾匹? 保守是大概400組 有破400就對了 對 有破400 那這部車它好像有上雜誌測過 它大概0到100跟100到200大概可以跑到多少數據? 0到100是5秒左右 好 那100-200呢? 100-200是可以停進11秒內 11秒內就是大概10秒多就對了 對 所以這樣跟原廠比來講 原廠的100-200是多少你知道嗎? 是大概14秒多 14秒多 那變成說這樣改完之後 100-200變快了4秒左右 對 這樣就快4秒 它的改裝幅度它的空間算很大 OK 還有改的比這個更兇的西山了嗎? 還是目前是好朋友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這部西山應該算 現在目前台灣應該算輸 前三名應該有啦 如果以不要改 不要動到引擎 就是不要動到引擎的話 以它這台車的狀況來講 算數一數二 那你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建議 就是說除了改裝升級以外 有沒有什麼地方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可能一般的保養上有沒有 一般保養上面的話就是 因為西山熱的話 我們都會建議客人 就是在擦束器上面做一個 加裝一個散熱器 那加裝是因為它的原廠溫度會比較高是不是? 會 因為第一式車它的擦束器 基本上沒有做散熱上面的一個裝置 那因為它散熱功能不好的話 那它周邊的一些橡皮 就很容易會硬化掉 會漏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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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嚴重的它會叫漏油 好 那我們今天謝謝建居的阿盧 幫我分享這麼多的資訊 當然就是說不管你是即將要買C32 或者說你現在已經擁有C32的車主 那這些問題如果說對你有些幫助 那當然最好 那剛剛講到這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差速器的冷卻裝置 這個可以直接套 可以直接套嘛對不對 要做一個轉接座 要做一個轉接座就可以 就是C55的差速器冷卻器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這叫什麼 增壓油 增壓油 就是時間到了 你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有變少 或者是你可能要更換 對不對 這個但對引擎有點幫助 對 機械車壓方面 有一點幫助 好 那不管你是 有在看C32就是說 你可能要即將入主C32 或者是你現在已經是C32的車主 那希望今天阿如他分享的這些資訊 那對你們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再來就是如果說 你們可能最近 或者是有一些改裝品 想要提升想要改裝 那有任何的問題 那可以到建具來找一下 這個阿如跟他討論 這個都可以跟你分享 沒有問題吧 對 討論要收費嗎 不用 不要收費 好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 介紹到此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